一千九百一十九集 拓煞迅速地架起了小臂壳道 砰的一声 将这一轴硬是接下来 而他此时双眼已经勉强可以睁开了 恢复了部分的视力 看清楚了 面前那个身影的面容的顿时 惊骇地睁大了红肿的双眼 他不敢置信道 何家柔 此时站在他面前的 竟然是身中剧毒 濒临死亡的淋雨 拓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要知道刚才淋雨 还是一副病烟烟要死的模样 怎么这眨眼之间就生龙活虎起来了呢 而且打出了如此之大的力道 就在拓煞愣神的场那 淋雨再次狠狠一肘 砸在他的胸口上 拓煞只觉得胸口一闷 猴头一甜 一大口鲜血便喷了出来 紧接着 整个身子顿时 倒在葱一般地飞出去 淋雨 阳手挡住了拓煞喷来的鲜血 紧接着脚下一蹬 再次朝着拓煞飞出去的身子 追了上去 趁着拓煞还没有缓过劲来 他穷追猛打 不过就在他追出的刹那 拓煞倒飞出去的身子突然一抖 罩在身上的长袍哗啦一声 接着长袍中竟然穿出了数只蝙蝠 黑压压地朝着淋雨扑面而来 淋雨耳边吱吱叫个不停 而且那些个蝙蝠皆是凶猛异常 牙尖嘴利 勾抓坚硬 冲着淋雨身上便大口地撕扯起来 淋雨着实没有料到拓煞的长袍下面 竟然还藏有这种东西 身子猛然一顿 凌空一转 躲避这些蝙蝠的死咬 但是这些蝙蝠 仿佛经过特殊训练一般 攻击性极强 仍旧是飞腾着朝着淋雨身上扑咬过来 淋雨怒吓一声双臂惯离 狠狠地急掌拍下去 他使出了隔空摧花的气功类功法 凌空拍爆了几只蝙蝠鲜血似剑 但是其他的蝙蝠闻到血腥的味道之后 攻击性反而更强 吱吱大叫朝着淋雨头上就扑了过来 宋主 此时方才被踹飞出去的餐水员 这时缓过气来 大叫一声握着斧子朝着淋雨扑过来 其实刚才不是他不想上来帮淋雨和拜仁图 而是遭受了拓杀内脚之后 他感觉整个人胸腔仿佛被瞬间抽空了一般 死痛难当 大闹昏沉 坐在地上换了大半天才换过劲来 足可见 拓杀的恐怖实力 不过他扬起了斧子 还未冲到跟前 便被淋雨冷冷喝住 别过来 这些蝙蝠有毒 我可以应付 被这些蝙蝠抓咬过之后 虽然身上的伤口并不大 但却都是疼痒难耐 所以淋雨断定这些蝙蝠身上带有剧毒 多半是唾沙平日里悉心培养的 听到淋雨这声呼和餐水员身子一柱 用力地咬咬牙没在上前 虽然这些蝙蝠非常馋人 但是淋雨数丈击杂下去 这些蝙蝠也已经死了个七七八八 很快最后几只也被淋雨干净利落地解决掉 宗主 您没事吧 三水员一个剑步冲过来 关切地冲淋雨问道 先生 百人图也抱着自己的胳膊急速凑了过来 淋雨面色一变急声地问 有大哥 你怎么样了 没事 不过就是断了一只胳膊而已 百人图面色平淡 轻描淡写地说道 仿佛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擦破了点皮一般 三水员突然间疾呼一声 不好 脱纱不见了 听到他这话 淋雨和百人图两人急转头看去 只见整个空地上空空荡荡的 哪里还有脱纱的影子 而周围的雨林中静悄悄的 更是看不到任何身影 淋雨的脸上顿时写满了戒备 私下扫了一眼 接着低声冲百人图和三水员提醒道 小心 他应该还在附近 他知道 以拓煞的秉性 吃了这么大的亏 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地离开 而虽然刚才淋雨的招式刚猛迅捷 但是拓煞格挡的也算及时 所以对拓煞形成的伤害也是有限的 不至于让他惊吓逃走 说着 淋雨稍微加了几分音量 陈生冲餐水员说道 真的武林贤在你身上是吧 交给我吧 他这话显然是为了故意让拓煞听到的 好 餐水员一点头 将手中的布袋交给了淋雨 淋雨这么做显然是为了故意吸引拓煞 让拓煞知道武林贤在这儿 不至于随便逃跑 淋雨扫了一眼 四周黑漆漆的雨林 见没有任何动静 高昂着头喊道 拓煞会长 你武林贤还没有拿到呢 怎么 突然就不见了 出来呀 我们 咳咳咳咳 他说话的时候 不小心呛了口唾沫 忍不住低咳几声 你个贵孙何家荣 你他妈还咳 还个老子壮 此时周围的雨林中顿时传来了近乎咆哮的怒骂之声 用的是自证腔员的中国国骂 正是拓煞的声音 他的声音四面八方的涌来带着一丝丝的回音 让人根本无法通过声音来辨别他的位置 其实拓煞本来不打算出声的 但是林雨的咳嗽之后 他再也隐忍不住了 他妈的还一眼 这个该死的何家荣太能眼了 简直就是影帝呀 他方才真的是被骗过去了 所以他才会毫无戒心地让败人徒靠近自己 以至于自己被君子刺了一下 现在想想 他感觉自己在何家荣面前 简直就是一个人畜无害天真纯真的小孩子 你就是个骗子 死骗子 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雨林当中妥杀怒不可遏 声音中带着满满的委屈和不甘 他的心里简直都在低血 他妈的 我活这么大 头一次这么相信一个人呢 看着林雨病奄奄的样子 他是真的以为他身中剧毒快要不行了 结果现在他比谁都有活力 要不是他刚才反应的快 即使挡住了林雨那一拳 他可能就挂了 骗子 死骗子 你他妈还跟我装吐血 还他妈说 你自己要撑不住了 你真是个戏精小人 枉我对你这么信任 拓煞越说越是憋屈 声音中似乎带着哭腔 宛如一个被渣男欺骗感情的小媳妇 林雨听到拓煞这话忍不住就笑起来 我确实是用了一些小计谋 但是我一开始 中毒吐血 那都是真的 只不过后来我自己把毒解了吧 其实他一开始中毒的反应确实都是真的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拓煞的手掌上 竟然会有剧毒 只不过是他体内的灵力运转起来之后 慢慢地将体内的毒素消融化解掉了 这也是为什么林雨一开始 要跟拓煞提到武灵弦 为什么要和他交易 一切都是为了拖延时间 好让自己体内的毒素彻底消融 而他后来装出咳血 确实是为了蒙蔽脱煞 好让脱煞放松警惕 至于百人图为何提前准备好了粉烟 是因为他们这次过来 根本就没带什么武灵弦 所以在何自珍走入雨林深处 跟百人图传递消息的时候 百人图不由一争 但以他和林雨之间的默契 很快他就明白林雨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他特地用雨林当中的 两三种毒性的果实 研磨成了四级性的烟粉 然后才赶来的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